林泉西语 云河主持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云河 欢迎你收听林泉新语的节目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节目 更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和想法写信告诉我 就照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云河收 云是天上的云 河就是黄河的河 好 在下面的15分钟里 愿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领受真理和力量 朋友 不知道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很忙碌 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平常我听课呢 都坐在后面挤牌 因为有时候我会打瞌睡 坐在前面呢 怕老师看见 有一天呢 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的座位都被人给占了 我就只好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正好就面对着老师 那一天课的内容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可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李老师近 发现老师的手指头上 有好多干粗活的痕迹 指甲边上呢 还有一些 霍面之后 没有洗干净的那种面嘎巴 本来呢 我挺喜欢挑剔老师的小错误 生怕为人师长的 他会误人子弟 那一次呢 我心里面却有所感慨 原来老师并不如我想的那么清高 又得教书 又得干家里的活 负担也挺重的 后来呢 有一次与老师闲聊的时候 我就问老师 星期天都去哪里 因为我自己呢 每个星期天都会去逛街 老师怎么说 老师回答说 战斗的星期天呢 从早忙到晚 家务事情忙不完呢 一早起来收拾屋子 出去买菜买粮食 洗衣服煮饭 改作业 有时间还得去看望老人 带孩子上补习班 哇 头也忙昏了 到晚上啊 发现好些该办的事都忘了 等到后来呀 我自己又工作 又要忙家务 照顾孩子的时候 才体会到老师说的 累昏了头的滋味 累昏了头自然会忘记事情 忽略了不重要的事情 还不要紧 如果昏头昏脑的主次不分 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把重要的事情给放弃了 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呢 云河在这里可不是威严耸听 在圣经里就记下了一个故事 可能朋友你已经猜到了 是姨嫂从田里面干活回来 累昏了头 闻见弟弟雅各熬的 又香又热的红豆汤 为了吃红豆汤 竟然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雅各和姨嫂的故事 可能你已经很熟悉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仔细地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看看还有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在《创世纪》 以嫂说我将要死 这长子这长子的名分 卖了卖了长子名分的原因和背景 后面呢是事情的结局 中间部分是两兄弟的对话 这段故事的主角是姨嫂 经文先交代他从田野回来 累昏了这个事实 后面他虽然吃了喝了 但是长子的名分也在吃喝当中失去了 原因呢就是他自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也可以说他把吃喝看得比长子的身份还重 所以累昏了的昏字 在这里就不是一个夸张的比喻 而是对姨嫂心灵状况的一个很贴切的形容了 从雅各和姨嫂的对话当中 我们确实可以发现雅各非常的功于心计 他盼望这个长子的名分由来已久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当然要一步步的落实 一举成功 雅各一看见姨嫂饿婚的头 就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然后又想到 如果姨嫂饿婚头随口说给了他 以后可能不算数 所以呢 一定要姨嫂启事 让姨嫂再没有反悔的余地 雅各的精明算计实在不够光明磊落 但是如果从姨嫂这边看 如果姨嫂稍微在林里面敏感一些 一听到雅各要求长子的名分 就应该有所警惕了 如果当时真的是饿婚了 一听到为了一碗红豆汤 要起那么重的誓言 应该有所警醒了吧 可惜呢 比起雅各的过分精明 姨嫂的心灵是非常的麻木 然后圣经里用了五个动词 来形容姨嫂的举动 姨嫂吃了喝了起来走了 轻看了她长子的名分 从姨嫂又吃又喝 吃饱喝足起来就走 这一系列的动作 可以发现姨嫂根本不介意长子的名分 所以呢 让神失望的不是她吃喝了什么 而是她轻看了长子名分这件事情 从这段经文里呢 一共有四次提到长子的名分 那么长子的名分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在旧约的传统里 从单纯物质利益的角度看 长子的名分 包括了继承父亲双倍的产业 成为整个家族的领导者 居住在祖先的土地上等等 长子的名分之所以重要 也与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应许有关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神领亚伯拉罕离开本族 赐给他居住在迦南地的权利和福气 神也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 让他成为大国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 长子呢 等于也和神有约了 可以得到这些神给祖先的祝福和应许 姨嫂为了一碗红豆汤 就出让了长子的名分 实在是太轻率了 从姨嫂的态度和行为 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呢 首先呢 姨嫂所要的东西是眼前的 能马上满足她的肉体需要的 她放弃的是长远的 不能马上到手的产业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是也常常祷告求神 给我们健康财富 好工作等等 这些马上就能兑现的好处吗 我们不懂得体贴神的心意 按照自己肉体的渴望 像孩子一样的要糖果糕饼 想不到多吃了糖果和糕饼 可能会影响营养的均衡 坏了牙齿 不能正常的发育成长 姨嫂的第二个特点 是她不懂得在神的面前自律 姨嫂是个出色的猎人 猎人要有冷静的头脑 不可以冲动出击 常常需要等到最好的时机 才能一击就捕到猎物 如果心浮气躁 就会打草惊蛇 空手而归 所以呢 作为好猎人的姨嫂 是能够自律的 她是因为不重视长子的名分 才表现出轻率的冲动 采用了双重的标准 在打猎的时候 她能自律 在神的面前 她放纵 我前面提到的老师 虽然有战斗的星期天 在教学上 可是丝毫不敢马虎 如果昏了头 在讲台上瞎对付 因此丢了她的教职 到时候 虽然星期天不用再战斗 却要为养家活口而发愁了 我们很多人也是 在工作学习上都很出色 虽然累昏了头 也是一丝不苟 可是在对待神的态度 和侍奉的责任上 是否常常放松自己 采用双重标准呢 慈悲的天父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在跟从你的道路上 不但能够自律 也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信心 不会像以扫一样 丢弃了你赐下的福分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祝奉靠主耶稣的闹 吸引我 我就会陪随你 我不能继续远离你 只是你的路 让我能认识你 我的生命 我会依靠你 亲爱的朋友 在音乐声中 云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祝你身体健康 灵命进步 我们空中再相会 为你我 你融化我心 你融化我心 好吗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微弱浮生 你更不轻轻 吸引我 我就会陪随你 我不能继续远离你 只是你的路 让我能认识你 我的生命 我唯一靠离 深移你 孙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